美中对撞 经营冲突 世代隔阂 我才没有被洗脑 家庭撕裂 学生的本分就是学习 为什么去参加什么运动啊 我们可以聊一聊吗 可以跟你说说话吗 我们聊聊好吗 我想好好跟你聊天 每周四晚上十点 有张明天跟大家聊聊天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香港 现在是想跟你聊聊天的时间 我是主持人张明天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黄殿 什么是黄殿呢 因为在香港黄色通常指的是黄丝 也是香港坊间队支持反送中人士的简称 蓝丝就是蓝丝带 他们主要的理念就是支持警方 从严执法 也是比较支持港府立场的这些人 所以这就是香港的黄色和蓝色的分别 黄殿就是黄丝 那就是指表太有支持反送中的店家 他们的特色就是店里面会有一些抗争的布条或者是标语 那有的墙面上会贴满像连龙墙一样的那个便利贴 所以到黄殿消费呢 也可以说是这场运动的另一种形式的投票 因为香港人最希望的就是真卜选 但是现在香港的情势是不能上街头 然后立法会又已经失去了功能了 所以如果想要持续地表达港人的立场该怎么做呢 所以香港人是非常的灵活有智慧的 虽然我没有选票 但是我有钞票 所以那个标语就是买爆黄电 用钞票示威 也成为了现在香港生活中的一个抗争方式 那所以现在香港呢 还有就是几款APP 然后那个APP你下载了 然后它就会告诉你说 哪间餐厅是黄电 然后哪些是蓝电 所以呢你现在到香港 到了吃饭时间呢 就会发现说 大家宁愿排队也要支持黄电 然后我看到有一个新闻呢 就是有两间在隔壁的冰店 然后黄色的那一家 这是黄电的那一家呢 就是大排长龙 那另一家呢 就是门可罗雀 所以现在的香港人 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选择 那我发现这样的情势 也慢慢地蔓延到了世界各地 因为我发现在台湾 也有类似的这个黄电的地图 而且呢 这个数字也让我吓了一跳 因为在全台湾 竟然已经有一百多间的黄电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带各位了解一下台湾的其中一间黄电 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的是 位于台北淡水的一间黄电 叫做狮子山下的表哥 欢迎您 哈喽 大家好 谢谢 谢谢 他不是我的表哥 是他的 对 大家这么叫我 叫我表哥 所以就叫我表哥就好了 好好好 那你是不是可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自己还有这一间店 这家店其实从我就是开始做大概就是两个多月的时间 其实时间不长 当然其实它上一手也是香港人开的 所以就是一直也是有蛮多香港人在那边就是有支持这个店 然后刚好淡水这一区了 也是香港人很爱移民过来以后住在这里的一个区 所以那边是原本就蛮多香港的居民的 然后当然他们也希望可以吃到一些香港的食品啊 那我们的店也是卖的都是正宗香港的食品 然后我们这个店呢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当然希望可以服务到香港 但是也可以 希望可以就是给台湾做一些香港食物的宣传吧 就是给他们吃一下正宗香港的味道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我们的目的就是 可以帮助一些新来到台湾的一些年轻人 或者是一些比较困难的一些朋友们吧 可以在这里有一些工作机会 或者是应该这么说 我们应该说工作机会 应该是说一个发展的机会吧 他们可以在这里学习 怎么经营一个餐饮 一个餐厅 怎么去做生意 怎么去可以营运下去 然后将来他们留在台湾的话呢 可以在这里生活 然后也可以为台湾有一些贡献这样子 您的意思是说 狮子山下这间店你接手是大概两个月 可是在这之前已经开了一段时间 对 没错 大概多久 应该有一两年的时间吧 以前是做一些港式的甜品 我们叫糖水 台湾叫甜汤 但是这样说好像有点不客气 但是香港的甜汤是比较 技术含量比较高一点 就可能跟夜市里面吃到那种红豆汤 还是会更复杂一点 我们吃红豆沙 可能要比较多一点功夫的话 是多一些材料去煮这样子 所以是相对来说味道也不一样 对 因为我在采访你之前 前几天有先到你的店里面去 真的 感谢感谢 去用餐 然后我带了一个非常专业的好朋友 他是我的好朋友 然后也是 对 他是韬客 你知道他对美食的要求非常的 有标准 像我们煎牛肉 然后他会先观察那个牛肉的花色 而且我如果把它当泡面一起煮的话 他会很生气 他会觉得我照他食物 所以他就是这么样一个 对食物有要求 对 非常有要求 然后他对你的店 因为他也常常去香港 所以他其实对香港的美食 是有一定了解的 那他是觉得说 你们真的是很正宗的口味 所以你要不要顺便讲一下 就是你们餐厅的餐点 跟台湾开的那种茶餐厅 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坦白说 我没有很常去台湾茶餐厅吃 因为我的感觉是 第一价格真的是稍微高一点 因为台湾很多美食都价格很便宜 就我觉得 那么好吃那么便宜 那为什么还要吃茶餐厅呢 我就吃台湾当地的美食就好了 但是还是 当然会想念香港的食物 这个是很多在离开自己地方 长大的地方的时候 还会想念的一个东西 就是食物 所以我自己去吃 台湾茶餐厅不太多 但是我有时候也会去尝一下 他们比如说一些奶茶 柠檬茶 那个茶餐厅就灵魂了 但是我蛮多吃都是有点失望 就是做的口味不是很正宗 这个可能也是跟一个香港餐厅 来到台湾开店 他要就是牵奏一下 台湾的口味也有原因 当然另外一个原因 就可能原材料的取得 也是相对困难的话 是成本会比较高 所以就是考虑到这个点的时候 可能一些店家都会做一些改变 那我们只是觉得要坚持 就是香港正宗口味的 特别是一杯奶茶 对于香港人来说 可以说是一个金鱼茶餐厅里面 一个灵魂吧 因为比如说奶茶 它那个冻灵茶都是蛮有名的 但其实那个茶都是 就是有点技巧 这需要去有点功夫去做出来 然后那个原材料也要用的比较好 才会那个正宗的味道 所以我们对自己的那个奶茶 冻灵茶那些还是 花蛮多心思在上面的 对 那你刚刚提到说 就是你们餐厅的口味 是比较正宗的港式味道 我们尽量 对 那所以跟台式的那种茶餐厅 可能就不一样 因为他们可能是想要符合台湾人的口味 那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港人和台湾人 他们都喜欢你们那个正宗的口味吗 就是他们有没有不一样的反应 其实有耶 就是然后刚刚那个例子来说好 就是奶茶 因为台湾的奶茶也是很有名 全世界都知道Bubble Tea 就是你去到澳洲也好 就是珍珠奶茶 在国外叫Bubble Tea 对 日本也很有名 日本就很疯 那个珍珠奶茶 用珍珠做各种食物啊 奇怪的料理啊 这个你刚刚问的就是 香港跟台湾 就是对这个食物的看法嘛 奶茶是蛮明显的 因为就是台湾蛮习惯喝手摇电队 各式各样的手摇饮品都有 但是香港是奶茶是那么浓的那种茶 其实是台湾其实很多人喝不习惯的 所以我自己就是给台湾客人服务的时候了 我会花蛮多时间去给他做一些介绍 这不只是单纯卖一杯奶茶给他 我卖给他的时候 我还会跟他介绍一下 我那个红茶 是西南卡的红茶 十辣红茶 然后是用高温去煮到比较 很 不是说比较浓 是很浓很浓的茶 然后要用那个黑白淡奶去 把它弄得比较顺 可以喝下去比较舒服 然后那个茶因为很浓 所以他在口腔回甘 所以会很久的 当我就是跟台湾客人讲完以后了 他就慢慢认识到这个食品 慢慢认识到这个饮料 他就会知道原来是这样子 他不是喝下去好像是色色的 好像就太浓了这样子 但是他知道这个故事以后了 他就会觉得 我会享受一下那个回甘 就是可能喝完以后 一个小时还感受到那个奶茶的味道 在口腔里面 他就会慢慢会喜欢这个东西 我们也蛮多客人这样 因为这样子是 有点爱上我们的奶茶就会回来这样子 所以你们店里面的招牌 餐点其中一个是斯瓦奶茶 因为我是蛮坚持这部分 因为淡水很多香港人 他们很希望喝到一杯好喝的奶茶 但是因为很多台湾茶厅 他没办法一直新鲜煮奶茶出来 因为那个奶茶煮出来一个多小时 他基本上就要用完 或者是要倒掉 就用不了 所以他浪费会比较多 也是会比较花工夫去已经煮的 所以是时间啊 人力物力啊 那个人才都会用的比较多 所以很多店家 都不太会坚持这一块 因为不一定卖得那么好 不一定卖得那么快 但是我觉得因为 毕竟那边香港很多 其实也蛮多 就是香港人熟客过来 所以我希望他们喝到一杯 就是好喝的奶茶 可以怀念到香港的味道 对对对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你们店里面的餐点 对香港人来说 就是家乡的味道 然后对台湾人来说 就是你会花更多时间介绍 然后让台湾人了解说 香港的这个四万奶茶的口味 可能跟港英时代的背景 对有关系 有关系 然后它的茶味会很浓 会回甘 对 所以他 你们喝四万奶茶的感觉 就有点像喝咖啡会回甘的 台湾人喝咖啡 没错没错没错 台湾人很爱喝咖啡 因为香港以前是英国集民地 所以对于喝茶会比较多一点 以前比较喜欢喝咖啡 因为香港茶那些咖啡 其实我说真的 我觉得不太好喝 今天台湾的完全没有来比 台湾咖啡只是太好喝 所以就是香港人喝茶会比较多 奶茶 柠檬茶那种比较多一点 对 那你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因为你的店叫做 虚子三下 然后是 冰市 香港冰市 可不可以给我们讲解一下 什么是冰市 因为在台湾会觉得这个 这个冰市 冰市好像是在卖冰的 对 我常常遇到这个困扰 就是 客人走进来 然后说 你们是卖冰的吗 你们的菜单上面 没有什么冰可以卖 然后问我 红豆冰 是怎样的 是怎么吃的 我说红豆冰是饮料 不是刷冰 对 所以他们蛮多时候 都以为冰市是刷冰的地方 但是其实不是啦 就是冰市是以前 早期一点 香港那个餐饮是要领牌照的 现在也要领 但以前的牌照是要分 大牌跟小牌 大牌就是可以用明火去做炒饭啊炒面啊炒各种东西出来的 茶餐厅 对 茶餐厅 那种是茶餐厅 然后小牌的它是没 基本上没办法用明火的 就是可以只可以做一些烫面啊 一些点心啊 面包啊 吐司啊烤吐司那些东西 那种叫冰市 都主要比较是喝饮料啊 吃个那个红豆冰啊 菠萝冰啊 那种所以叫冰市 所以是以前是有分别 但是后来就没有分别 后面那个食物牌照都是一样的 但是因为大家现在都怀旧嘛 就是怀念那个年代 所以其实现在比如说台湾 有一些茶餐厅 其实它也叫冰市 香港现在很多茶餐厅也叫冰市 其实它原本不应该叫冰市的 因为冰市没有炒饭炒面那些东西 但是它因为是怀旧嘛 就是大家怀念那个味道 所以叫冰市 原来如此 对 好 我们到这边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雷猴 猴好美啊 猴飞雷啊 这些粤语的问候语 许多人都朗朗上口 而你真的了解香港吗 央广开辟全新带状节目 《这样看香港》 一周五天 规划五种不同类型的节目 统统跟香港有关 周一 香港在 online 来自香港的年轻世代 要用年轻人的语言解读香港的大小事 周二 七一五公里之间 举家从香港移居来台的夫妻党 朱宅与美智 将以知性 轻松和贴近生活的方式 分享台港两地生活和文化观察 周三 舍之岂能藏呼 吴瑟智老师 吴瑟智老师邀请专家学者 剖析香港现况 多元视角让您迅速掌握东方之珠的未来形式 周四 周四想跟你聊聊天 周四想跟你聊聊天 Covid-19 武汉肺炎疫情趋于平稳 但我们还是不能松懈 除了落实社交距离 及做好个人卫生防护 还要勤洗手 并且在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以及搭乘大众运输时 佩戴口罩 防疫新生活 对抗病毒 我们一起加油 Feel出感动 让爱飞翔 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 RTI 哈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样看香港 想跟你聊聊天 我是主持人张明天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 是位于台北淡水的一间黄店 叫做狮子三下的老板表哥 那狮子三下呢 是一间香港的宾室 刚刚老板已经为我们说明了 宾室跟茶餐厅的分别 那我继续就是请教表哥 就是您刚刚上半场 其实有提到说 你开这间店的时候 也是希望就是提供给 在台湾的香港人一个平台 然后让他们可以有 一个工作机会 那就是 这是您这间 你在开 因为您接手这间店大概两个月嘛 这是您在接手这间店的时候 希望扮演的角色嘛 在台湾 其实也是一个缘分吧 这个店其实也是 刚好有 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就是有一些原因 有人认识到之前的老板 然后就是他有一些个人原因 没办法就是继续营运这个店 所以我就把它借下来 那刚好那个时间 我也是认识一些 就是来到台湾的香港朋友 然后他们 我知道他们生活上面 是遇到蛮多困难的 我自己当然 我自己也是香港人 所以我在台湾 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困难 所以我就是明白 如果一个就是从外地来着 就从香港过来的 他会遇到一些生活上面 或者是这边要生活的话 他会遇到困难 特别是工作上面 所以我就想说 既然有这个机会 可不可以我们做一个实验 就是给这些年轻人也好 一些生活上面 比较困难的香港朋友也好 他们有一个可以实验的场地 去学习什么 去在台湾生活 做一个小生意 在这边生活下去这样子 这好像是很多黄店 共同的理想理念 但是这是理念是一部分 可是经营餐厅 又是另外一个学问 所以您在接手这间店之前 你有没有设定停损点 就是你有没有预计说 你可以试试看多长时间 或者是 你有没有考虑到 如果真的最后失败了 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吗 坦白说 没有想那么多东西 就是想说有机会 那就试吧 先试再说吧 因为有时候你想太多 就没办法急行 就是想来想去 那个机会已经过 所以我就想说 既然那个成本没有到很大 大到不能负担得起的那个程度 我就觉得 那就先试试看 但是如果你现在说到 那个集算点的话 就可能 大概一年的时间吧 如果做一年都觉得 没办法 就是营运下去 一些亏本啊 一些就是 钱要投进去 也没有什么回报 大家都那个 可能薪水都发不了的话 那就没意义 继续做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找别的事情去做 但是这样子是OK的 但是目前这两个月情况是 OK的 目前就是可以 就是收支平衡 然后有一点唯一力这样子 对对对 因为我知道很多港人 在来台湾生活的时候 会觉得台湾的生活水平 很轻松 因为就是港人的 就是生活水平跟台湾人 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是用 港人的生活水平来看待 说你接手这间店 好像其实也没有那么困难 然后可能在成本上 其实是很便宜的 说真的 在台湾做餐饮 其实那个开业成本 真的是对香港来说低太多了 就不要说分香港的话 是台湾的那个收入来说 基本上你在台湾 自己有一个工作 你钱一点钱 其实你要开一个小餐厅 或者一个小的店 或者一个摊饭也好 其实没有到很困难 我上面也有一些台湾朋友 他有自己开 其实没有到很困难 只要你不怕辛苦的话 其实基本上都可以开 但是在香港这个是 大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就是你工作 可能十年前存下来 你早上去开一个店 可能你两个月就 拜拜就没有了 所以那个是 跟香港情况不太一样 所以当然也是 因为我原本是 背景去香港 就看起来那个 开业成本没有真的到 很多负担不起那种 所以我觉得 是可以试的一件事情 所以就对你来说 是很容易开始的一件事情 而不是好像 哇 要考虑很久 经济方面没有到很困难 但是我知道是要花很多时间 跟力气去做这件事情 对 推动你做这件事情的背后的那个 动力是 是理念比较多 还是说你想要在台湾 有这样子的一个经济考量 我可以说 百分之九应该都是理念吧 对 跟经济可能关系不太大 那个理念就是你刚刚讲 就是你可以在台湾 就是宣扬香港的味道 还有就是说提供港人一个 对 然后庇护的地方 对 没错 那所以目前 你接受了才两个月 然后已经往好的方向发展了 对 那如果这间店接下来真的朝着 自己所期待的方向继续发展的话 那你下个阶段会打算怎么做 会有下一步计划吗 暂时还有一点早啦 但是我自己也有就是有时候 对 因为也才两个月 对 发梦的时候 就想一下就是 如果其实做下去是可以的话 可以怎么做 我们其实也有计划就是 开一个小的探车 就是流动的那种探车 在淡水附近可能找一些地方 可以就是卖的 就是去卖一些港式的饮料 还有一些小吃 这个是最近已经在做的事情 那当然在下一步的话 也会再考虑如果这个店是OK的话 我们的餐点 我们的那个饮品是台湾也喜欢 然后也有香港也喜欢 那我们就可能会再找其他的点 再开也很有机会 但是当然现在讲有点早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可能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如果真的要开的话 下一步会 哪一个点 对 真的不知道 淡水真的蛮远的 因为那天从台北到淡水 我自己去淡水也很远 我每天就是风雨飘摇 这样子去淡水 我也就是挺累的 但是 也就是上你刚刚问的一个问题 因为百分之99都是理念 如果说经济的话 我可能 可能去做别的事情 那个经济效率会高很多 但是 所以我可以回答 就是不是经济的考量 就是理念上面考量 所以去支持我继续做这件事情 对 OK 那所以 因为我那天去到你的店里面 你们很多菜单都还在调整吗 对 那你是不是可以先 给我们推荐几款 就是你们店里面的特色餐点 可以啊 点心类其实那个 菠萝油 台湾通常叫冰火菠萝油 对 我们就只是叫菠萝油 没有冰火菠萝油这回事 所以真的叫做 真的菠萝油叫做菠萝油 就菠萝油啊 对啊 没有冰火 这个冰火听起来比较特别吧 感觉很厉害 对 感觉好像很厉害那样子 那在香港都是菠萝油啊 就冰火菠萝油 这应该是比较台湾人的叫法吧 但是 这个是一个特色啦 就是一个食物离开他自己的地方 要去到别的地方 当然是会有不同的变化 要符合当地的 就是环境 对对对 去一个特别的名字 所以我们 那个菠萝油是蛮受欢迎 特别是台湾的客人 他们很认识这个食物 对 他们也很喜欢 因为说真的台湾很多地方 卖菠萝油菠萝包 我吃十吃 可能有九吃半吧 都是失望的 都是 我不好意思这样说 我觉得是假的菠萝包 这不是真的港式菠萝包 它的差别在哪边 它主要是那个皮 下面不是有一件皮 对对对 有列纹吗 对对对 通常台湾那种片是日式的那种 就是可能是画上去 一个一个很整齐的那种 对对对 那个是不是这样子 菠萝包 是假的 对 不是港式不能说对不起 我收回我的话 那个是不是真是港式 不到地 不是港式的 可能是日式的 它是这样子 对 那港式它是一层 类似酥皮那样子 它是字眼裂开的 爆开的那个裂纹 然后它吃下去是脆脆的 就是那个味道也很香 所以就是跟台湾的不一样 那在我们店里面 可以吃到珍重的港式 菠萝油菠萝包 很多台湾都爱 他们很多时候也是就是专门过来 因为我暂时还没有外送 所以他那时候就骑车过来 就是买一个菠萝包 买一个菠萝油回去 他们很喜欢 对 还有就是 沙电牛肉面 那个也是在 好像台湾厂厅比较小 看得到的 但是我们也是做比较 正宗香港的口味 就是希望香港喜欢 沙电牛肉面 沙电牛肉面 那个餐点是 特色是什么 特色就是味道 就是港式的味道 其实它样子没有很好看 但是这个味道 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味道 就可能我们有时候 上班之前早餐 有时间的话 可以做菜吃的话 就会点一个沙电牛肉面 沙电牛肉米粉 吃一吃 然后喝一杯奶茶 整天就是能量都有了 就有那种感觉 就是家乡的味道了 家里的味道了 吃一身吃下去 就是有点 会流泪的感觉 就如果就是离开香港 太久怀念香港的话 就是会有那种感觉 就真的变成是 黯然沙电牛肉面 对对 因为在你洋葱下去 对对对 就是那个梗 那所以如果台湾人 经过你的推荐的时候 他们的对你的反馈 这道菜 他们的反馈是什么样 台湾人吃沙电牛肉面 跟向南吃沙电牛肉面 有不一样了 他们也会流泪吗 他们没有流泪 但是他们很特别一个点 就是他们会把汤全部喝完 哦 香港人不喝汤吗 不喝啊 我不会喝那个汤啊 真的吗 对啊 那个汤其实不是不能喝了 但是我们是绝对不会喝那个汤啦 对啊 那个汤怎么了 为什么不能喝 就是因为它的面 因为港式厂厅的面通常都是泡面啊 公仔面泡面 住前一定是泡面 那泡面的汤不太 喝不太好吧 对啊 就是吃那个味道就好了 就让我们被歧视了 但是我看很多台湾都说 这个汤很好喝耶 可以加点汤 我说加点汤 可能没办法耶 对啊 就是他们会把汤都喝完 他们也喜欢那个味道 因为那个味道在台湾 可能不太容易找得到啦 哦 对对对 原来香港人不喝汤 我真的特意是听到 茶餐厅不可能会喝 拉面会来 日本拉面会来 茶餐厅里面不可能喝那个汤 如果喝那个汤 肯定我他不是香港人 嗯 因为我昨天 先几天跟我朋友一起去的时候 然后 我们一人点一个 也是类似泡面的餐点 我好像点的是 瑞士什么 三宝捞面 又是三宝捞面 对 然后我朋友点的是一个什么咖喱什么 对 咖喱三宝捞面 三宝捞面 对 然后我吃快完的时候 我才发现我吃的是泡面 我已经忘记我在吃泡面了 对对对 你感觉不出来 对啊 我感觉不出来 我觉得很神奇 因为我们在家里常常吃泡面嘛 然后会厌恶泡面到一个程度 或者我不想再吃泡面了 我们明白 对 可是没想到到你店了 我还是不小心点到那个 可是我却忘记我在吃泡面 对对 对我觉得它真的是很有特色 而且我觉得不会 就是我觉得它的质感很好 不会像是路边的那个泡面 对 当然我们用的面 也是跟一般的泡面有不一样 不能说长旧 但是你用的货也是香港的那种泡面 是公仔面吗 对 你们统称叫公仔面 对对对 就是公仔面 对 但是那公仔面在台湾一般 翘市可能买不到 就是要特别的进货 对对对 所以那个味道会有不一样 哦难怪 所以我就跟我平常买的不一样 难怪我不用感觉我在吃泡面 对对对 OK 那所以就是现在的很多 台湾人跟香港人也慢慢认识你这间店 然后其实你的菜单也都还在调整吗 对我们还在尝试再增加多一点东西 给客人多一点选择 因为刚开始还在学习 我们自己都在学习 所以就是不敢弄太复杂 弄太多东西 怕应付不了 因为我们的东西基本上都是自己去调味 自己去煮出来的 不是说很多店家是可能在工艺上买酱汁回来 打开煮一煮 就这样子给客人 我们不是这样子 我们所有的酱都是自己去煮自己去调的 所以要花很多时间去准备 那如果太多的话 我们准备的时间就很长 我们营运的时间已经是蛮长的 所以如果再长的话 我们的员工受不了 对我也受不了 是 因为我看到你们店里面的墙上有贴很多便利贴 那台湾的客人去看到会不会有疑问 会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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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常就是被台湾客人问到的就是什么叫包底 我们有一句话叫希望有一天包底相见 对那是什么意思 包就是一个煮汤的锅嘛 就是一个锅嘛 就是一个宝下面一个火是不是 对对对保护的宝 然后上面一个火 那个是粤语吧应该是 对反正是一个汤锅的意思 那就是香港的立法会那边有一个地方长得很像那个形状 所以那个地方叫包底 所以那个便利贴上面有 就是有些客人会写 有些香港人会写 就是希望有一天包底相见 就是希望有一天可以 就是大家不用戴着口罩 不用戴着面罩 就是可以那边和平的 很开心的可以大家上 就是大家可以在那边聊天啊 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啊 很自由的 包底是香港的立法会 立法会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蛮多台湾人会看到这个 什么叫包底啊 原本那个字都可能不认识了 还说包底相见 你们在哪里见啊在干嘛 对啊他们有问这个问题 所以包底相见就是一直说 等到香港现在好像对你们来说是一个沦陷期 然后等到他重见光明的那一天 然后你们要再包底 然后就是大家互相问好 没有被红色渗透的那一天 是这样吗 反正可以自由自在的那边 可以自由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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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觉得今天我也算上了一堂课了 今天非常谢谢表哥为我们分享的 他这一间非常有特色的宾室 那这间宾室呢 叫做狮子山下 然后呢位于台北的淡水 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欢迎到他的店里面去用餐 那今天呢也是今年的最后一天 是12月31号 那也祝福所有 还愿意坚持善良的人呢 每个人都可以幸福平安 然后新的一年都是充满希望 然后雨过天晴的一年 那也感谢今天听众朋友们收听 我们明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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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